2019年5月9日23点43分联合报记者施红基新北报道新北市劳工局就业服务处校园征裁佐前进亚东技术学院 图劳工局提供分享新北市府劳工局就业服务处佐在亚东学院征裁 35家厂商提供1100多个职缺平均薪资26000元到3万元 厂商收到228分努力计划至少录用74人 下月底前还有两场校园征裁和一场就业博览会 奉序两场校园征裁分别于本月15日在东南科大 22日在智里科大 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就业博览会于6月28日在三重体育馆 时间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2点30分 亚东学院以工业技艺电子电机领域较具特色 新北市旧府处办校园征裁协助学子谋职 吸引不少传统产业科技厂 其中又以南洋实业 全风汽车吸引较多应征者 4小时下来没合率约32.5% 求职者年龄从19岁到61岁都有 亚东学院校长黄茂全说 学生应积极面试了解产业人才需求 期盼厂商找到合适人才 学生能找到理想工作 劳工局长陈瑞佳说 亚东学生素质受肯定 但业界技术不断翻新 学生应注意学习态度 人际关系和职场沟通 工商业设计系林幸准毕业生说 他锁定数位行销职缺面试 幸运被录取 很开心还没踏出校园就找到新入中工作 现场征才提供虚拟VR职场环境 吸引不少应征者体验 另设有履历见诊专区 提供一对一专业咨询 增加求职成功机会 莱斯素洛克阿兹会